柯文哲昔日的死對頭 也就是立委王世堅 現在也帶了東西 需要來土城看守所來送給他 目前怎麼樣的狀況呢 佩玉帶我們了解 佩玉 好 主持人 這種局帶你來關 新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在台北看守所最新狀況 那今天早上呢 其實王世堅就有預告說了 他會來到台北看守所 他來到台北看守所做什麼呢 他就是要來幫這個柯文哲 送一些東西 包含說有雞壓飯 以及起酥蛋糕等等 有什麼東西 他現在來到了現場 這個菜我們已經精心挑過了 因為一開始它那個街機 它都還有補充嘛 後來我們就沒了 只不過去補才可以 那起司蛋糕 我怕上午的不夠犧牲了 所以我又去買新的 然後再下一段 紅牛圍斗一下 我想給他提示一下 是不是有諧音的 要起書跟其他諧音的 就擠壓 擠壓以後就起書 所以其實也沒有 我不是要落井下石 我真的是很難過不聲唏噓 所以我想畢竟 我跟他有過八年的同事的關係 我也可以在那邊去講嗎 不要大家也放我們 大家都起在門口講 抱歉 抱歉 好 我先送進去 我先送進去 好不好 我就送過去 現在王世堅 他是已經拿著他的雞 飯 以及一些起司蛋糕 準備來走進去台北看守所裡面 因為現在其實是已經超過了會客的時間 他是完全沒有辦法進去的 等於說王世堅是白跑了一趟 而現在他現在也都被擠在門外 是完全沒辦法進去的 被傳按門鈴來看管理員 會不會讓他來進入 而根據了解 其實這個開搜所的接見時間到四點就結束了 現在是已經到五點 而他現在就已經到看守房間 大家小心 大家小心 對 不要推擠 不好意思 好 大家上腳叫 上腳叫 快腳 快腳 我們現在要回去 站在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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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